平 平第一個字 它寫的比較大 但它寫的輕盈 那大的話你就 一開始就放大了 不然你一開始把它寫小 後面的字就 照這個比例來寫就會偏小了 所以第一個字非常重要的原因在這裡 大小 做一個定位排頭的動作 起來 那麼 把它撇過來 這個細細瘦瘦硬硬的偏上 偏上下面縫隙比較大 然後這個應該是接的 所以它從這邊 不知道去哪 弄了一個心 拿起來 所以這裡有一個硬帶的動作 點 拉出來壓一下 滑動 平 折 折 折 是小的 小的就 不要寫太大 配角型的啦 配角 那就不要太搶細 但是還是要把它寫得完整 不要看它配角亂寫一通 好 看起來像楷書吧 加一點形塑的動作 靜 左輕 左邊的輕 左邊的輕 右邊的呢 右邊的重 而且寫得還蠻長的 越來越浑厚 注意它的厚度是有逐漸增加的 橫畫的粗細跟大小 左右形塑的神采 靜 折 瘦瘦長長的 我一直覺得這個折一定從側字拆出來 寫得有點略窄的點 感覺是要三個東西拼在一起用 這三個靠近 上面空隙比較大 那個間距有時候是不等長的 不要以為間距定的等長 那這個點是靠上面 帶上去 點起來 應該寫得比較窄 所以請你把它靠近一點 這一樣側邊過去 左 左右是一個大字 那大字就把它寫開 這是拉得好長喔 俗 方則 它的字因為是用極的 所以有時候就覺得很像楷書 有時候又很像行書 有時候很方硬 有時候很遠近 所以它極的時候 它沒辦法 它只要用它說能找到的字來極 所以寫這個字的優點在於 因為它當時是極的 所以其實變化 反而變多了 左 淚 淚是超小的淚 那 因為是 忠實呈現它要的樣子 所以在寫的時候 它當它寫超小的時候 你也要寫超小 那超小的話 間隔距離 就盡量讓它靠近 比較盡量靠近一點 讓它看起來沒有那麼大 好 那旁邊的一頁寫得更小 而且有點偏右上 斜上去那種感覺 略帶斜式 那寫得非常的窄 窄窄窄 那就寫窄 那橫畫寫得比較長 比較長 撇 然後這個點 好 很小很窄的一個字 布 第一開始就縱暗 因為這個字又要矛起來寫了 方折 它到這裡帶一下 再上來 折下來 彈上去 往右邊 拉動 稍微扯一下 讓它有流動感 滿厚重的 能 能偏扁 那偏扁 偏扁 偏扁 就只能往左右去拉 讓它扁 然後它又略方 方 方折 逆上去 拉下來 又是方折 往橫的方向發展 所以字偏扁 偏扁 偏扁 這個點畫還是要寫到清楚而穩定 雖然是行書 真的不要亂寫 它有它一定的脈絡跟原理 偏扁 折上去 下面收緊 翻折回來 沾 扁 上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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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後上面很窄 然後下寬 然後這個扁寫得好可愛 到後面 往下帶動一下 寫得還滿可愛的 1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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 1 1 2 1 1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